东北299块钱不限时贼豪华的海鲜资助 这个是美人送的半只的小驱龙 我跟摄影师两个人 当然有牡丹虾非常的震惊 这个牡丹虾一个得十多块钱 薄底吃20多个就出回本了 这是我目前为止碰到过 300元档次最容易回本的资助 没有质疑 海蛋一个它卖不得卖20多肉 我不喜欢吃生的海蛋 就先把它们扔到里面给煮上 这个肉还很不错 能看见吗 这个纹路我都给它先涮了得了 然后这个是肥臭的 给它放到番茄锅 这个榴莲是烤的 嗯 哇 甜 这个这么不错 点的饱腹感很强 你们要最后吃 别学我好吧 哦 他们家有这个熬虾呀 我一般不点熬虾 因为我扒着费劲 它是属于就是服务员不忙的情况下 可以帮你扒了 这个是我点熬虾的原因 它的卤肥肠我特别喜欢吃 要了一碗米饭 好吃 真的好吃 他家还有这种酱牛肉啊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不知道它的肥肠谁贵一点 它这个牛腩的 带脂肪的很好 刚才涮的这个肉啊 猴了啊 这个是辣锅的啊 这个是摄影师的那个 番茄锅啊 挺棒 我这个锅一共 我这个锅是39块钱啊 感觉吃完了 还得是配着米饭吃 烤了啊 这个米饭上里了 刚闷的 是咯 这是拌牛肉啊 刚才这个大肠 就是 挺好吃的 继续涮肉 我把这边涮到腊锅里 来来来 把这个肉也炫里面 看着真好看啊 这个肉 它竟然有中靴糕 它家有旺仔牛奶 还有百岁山 这个酒我不认识啊 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边是他们的水果 饿了一杯青王葡萄炸的这儿老甜了 最狠的是它家这个草莓啊 随便在这块吃 它家有一百多档的 然后这个 然后才有个299的嘛 也就是说它家攒一百多也是有草莓吃的 299的还能吃山竹 我那边还有点生蚝 一会把生蚝涮个麻辣锅 就这个肉就当面条吃 好吃啊 这个肉吃起来很棒 把这生蚝涮抠出来了 把这个生蚝给它试到里面去啊 看这个熬虾有人扒啊 还是挺好的啊 感觉后边这桌 它们这比我那个看着好 白盘这块儿 把我这个大生蚝涮抠出来 这个生蚝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还有一个呢 是呢 先来一个一个来啊 它都说吃这个大补啊 具体补补补 不知道啊 哦 烫 好烫 这个是给用的吗 嗯嗯嗯 谢谢 这是上的 两个上番茄 然后把这两个给上到这个腊锅里 这个吧 上脑子就得涮了就出来了 这边是番茄的 海胆煮的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海胆拿出来干掉啊 前面还有这两个那个送的小青龙啊 这个肉啊 给这个撕出来啊 就是一个球 都是一条的 这个肉 一条的 我们下一步把这个海肠都吃掉啊 海肠还是很棒的 反正就是既不出树 也不便宜 就这挺好玩 来吧 算算算 就一点 放辣锅里啊 烫一下 哎呦喂 就就这点好像 没了 没了 这玩意可以放心点 两口就没有 这是刚才煮的这个海胆 真的 我真觉得这个熟的很好吃 就是 大家也可以试试 认真呢 贼甜 这几个海胆一会就没了 我们这一个不得20块钱 对吧 多好 先把这锅海胆先煮上啊 煮这个番茄锅来 把这两个扔到大骨了 我爱吃大骨 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啊 我们还吃那个螺蛳 吃螺蛳虾了 螺蛳应该这个吃熟的 是不是 咱们给的这个全涮了吧 个还是挺大的 还不错 喝 走你 安心来一个刺身 吃起来还要个猪蹄的 能里炖上 我这一口啊 就是十几块啊 我感觉这会儿 反正老板指定是亏钱了 但是他亏多少 我就不知道了 不清楚啊 水煮了一个牡丹 试试味道 对了 可以 把这个烫的这些事 差不多了 可以拿出来灶了 哦 就是那虾太热了 我们去扔一边 把这个三文鱼先吃了吧 把那虾凉一会 要不我扒虾的话烫手 把三文鱼烫到麻辣锅吃一下 这个呀 刚出锅的太烫手了 兄弟们 我们这个吃 这个第一轮吃完之后 我们再整这个第二轮 好吧 哇 这个罗氏啊 就稍微一扒呀 就没多少肉了 就一个大虾 说白了 它都不够我一口吃的 我估计我一口能吃好几只 看我一嘴能吃几个呀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一口 八个半天 全没了 煮的供不上吃啊 兄弟们 就这样吧 好吧 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 我也有可能会去拍的好吧 因为它是不现实的 我呢就慢慢吃了 要不然视频太长了 再见兄弟们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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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